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叫李宗盛 我今年九岁半了 我上三年级 我跟其他的女孩不一样 我特别的大胆 特别的大胆 大胆 爸爸 你快看着那有蛇 太害怕了 我能摸吗 不行 不能摸 我喜欢的东西都是他们害怕的 在我眼里 这些动物都是温顺的小伙伴 爸爸 爸爸 我给你个东西 这位是我的爸爸 李丹 他是一名京剧老师 当然也是我的偶像 除了照顾宠物 我每天最高兴的事 就是和爸爸练功 爸爸说我练得有模有样 这次我和爸爸带来了一场演出 是小放牛 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希望大家能够懂 我希望大家能够踏 我希望大家能够带来 这小姑娘 我这有幅对联 我唱上联 你打下联 你要是答对了 我送你去 好吧 牟堂哥 马棚里伸腿 这怎么讲 请出铁 铁 铁 天长 所乐神我仍在 陛下的黄河是神默仁而开 神默仁把手三关口 神默仁把月妹回来把那壶黑 天上所乐王母娘娘在 地下的黄河是老龙海 白羊流浪把手三关口 岁树 ding 灿下下的门又没回来把那壶黑 下个月就没回来把那壶黑 走走走 路过夜夜宵 于是地栏杆 千人类 那张国老 骑日桥上走 那柴王爷推车 就押了一刀狗巴拿锅 你家门前有灯桥 有时要不是我要走散走 你是休要走来休要走 施足把你就掉下桥 施足掉下桥 那时也无妨 我便一个小鱼在水里藏 但等姑娘来去睡 我统统见识了你的衣裳 施足我衣裳 那时也无妨 我家的哥哥他会撒网 撒网 撒网 两网 大双流鱼 吃了你的肉 再喝了你的汤 那会儿 吃肉喝汤 那时也无妨 我便一个鱼翅在碗里藏 我担等姑娘来喝汤 你扔在碗里藏 那时也无妨 与此而而扎在你嗓口上 那时也无妨 扎在桥口上 那时也无妨 我家的爷爷他会开又妨 三夫草要打下去 将你也扔在碗后圆墙 那时也无妨 你扔在碗圆墙 那时也无妨 我便一个书名在房上藏 但等姑娘走出房 翅膀儿铺在碗里藏 那时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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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一个孙后在云端藏 但等姑娘走出房 今儿古邦我打得你 我说多藏吧那胡黑 今儿古邦我说多藏吧那胡黑 今儿古邦我说多藏吧那胡黑 太棒了 太棒了李丹 辛苦辛苦了 李丹他其实原来是我们院里边的 非常优秀的这个无仇演员 无仇演员 对 因为这个戏应该说在这个京剧里 都是非常吃工的一支戏 在歌在我 他不停地在动 对 而且还得唱 所以说特别需要这个气力 这两个人的配合太重要了 两个人载歌载舞 边唱边跳 还得把那个少年少女的 那个小村姑小木头的 那个可爱的感觉演出来 这种感 而且男生的那个调门太高 我觉得你喘的还挺厉害 你看女儿 对 所以她气力特别好 对 说明我不行了 不是女儿太棒了 我觉得这闺女特别刚想 就刚才看那个小片 什么特别怕人的东西她都敢去 我不骗你 我不骗你 我从小就对那软体动物 我也是不行 我真的不行 好 刚刚那放那片的时候 我就跟李美杰老师说 我过去了 过去赶紧叫一声 团房植树 小姐姐 你怎么能喜欢这种东西呢 你的性格也太特别了吧 别人觉得那个太太恐怖了呀 什么我就好奇 我就说那是什么呀 我就想看看 然后我就想比别人特别 所以我就喜欢 其实我之前我曾经问过李淡一句话 我说你让闺女天天她 刚刚小片看到她天天给在家里练功啊 很苦 我说你干嘛让闺女受这份罪啊 她说一句其实挺感动我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闺女身上有这种意志 跟她的磨练有关 她说从小现在这个时代了 得让孩子吃点苦 她说哪能都享福啊 先让她从小先 先让她这样练磨 练她的意志 让她吃点苦 没什么不好 那我们也问问孩子 新日 你觉得学系苦不苦啊 不苦 因为我爸爸说 天空飘来我字 那都不是事儿 哎呀 你知道吗 其实刚才你们俩演到最后的时候 我眼睛都湿润了 因为我们看到孩子在舞台上这么光彩 她的首眼深发布 她的每一个眼神都那么到位 特别难得啊 你就知道她背后得付出了多少啊 这么小的年纪才九岁多啊 真的不容易 我觉得真的我们在场的所有观众 一定给这个孩子点掌声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 谢谢 我还有问了点啊 你除了这个跳戏之外 你还有别的兴趣爱好吗 有弹钟 有弹钟卵 做毛猴 就是画画美术 还有做彩蛋 还有滑冰 还有游泳 你先等等啊 那做毛猴 希希我问你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做毛猴 就是把毛猴的脸画起来 然后用一个字 就是把那猴子的脸做下来 然后画成一个什么东东 是这意思吗 对 你看雷爷爷笑了 不是 不是 毛猴啊 是北京的 老北京有种粘的那个 你带来了吗 谢谢 你拿上来我们看看 就是知道 你知道吗 希希 亲手自己做的 对 太棒了 你能告诉我 刚才李伟介叔叔问 这毛这块是拿什么做的 应该是玉兰花 它的花苞 它自己脱落下来的花苞 把它粘在上面 那是毛毛的 对 你看它还拿着糖葫芦是吗 这还没有怎么做的 就是拿一个特别细的树的丝 然后再把一些珠子穿进去 你做这个得做多长时间 大概做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就能做好了 他从小动手能力就很强 他自己画的彩蛋 画得也不错 而且他还给我画一顶帽子 就是在今年的父亲节的时候 送了我一顶帽子 带来了吗 都带来了 都带来了 这姑娘真是从小心灵手巧 她这帽子多漂亮 你看她画得太漂亮了 鹦鹉 鹦鹉 这个也是鹦鹉 不同的鹦鹉是吗 对 这你画多少时 你看这面面还鹦鹉 正面鹦鹉 两面全有 这个我大概画了三四天 我看到了三样 一个画的帽子 一个画的彩蛋 还有一个做的毛猴 这三样里面 告诉大家一个词 叫精细画 就是一个九岁的小孩 能够把这些事情独立完成 并且他的色彩 运用和他的细节处理非常好 这个爸爸妈妈这个家庭 最好的一点是没约束 他的兴趣发展 就是很多爹妈 就是像面包虫 我很害怕你别养 我很害怕蛇你别养 但是你看他们家庭 拿面包虫都害怕 但是允许它拿上车 都害怕允许你养到家里来 就这个兴趣爱好 就一定是和孩子的 这个性格发展 和心理发展是相关的 所以你们做对的 最大一件事是 允许它兴趣发展 还有了今天的宝贝 现在你越来越棒了 那接下来 我这颗星星一定支持你 好不好 送给你 谢谢老师 这颗星星 那么我可能给别的孩子 给这颗星 更多的是一种鼓励 我今天给你这颗星 更多的是配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这颗星给你 谢谢小妹妹 因为它已经很棒 已经够优秀了 我们不给孩子那么大压力 让它轻松点 好吗 好 谢谢 孩子现在已经胆大欣喜 多才多艺 多了说了 不怕吃苦 优点太多了 让这孩子放松放松 放松放松 好 谢谢老师 我也同意 这身边两位老师的意见 就是你的孩子 已经是非常有自主性了 亮灯 好 谢谢老师 之后你得到了六颗星 知道 去六颗星的去挑选 你喜爱的玩具吧 心灵手巧 多才多艺 这就是可爱的李新瑞 又唱又跳 惊艳的全场 希望他能一直保持 对戏曲的热爱 快乐的成长 我叫叶子豪 今年六岁了 这是我的妈妈 漂亮吧 这是我的爸爸 一名非常棒的京剧演员 别看我只有六岁 我对京剧的了解可不比任何人少哦 这个一般都是小丑带的 这就是小兵带的 龙船杖啊 皇上用的酒壶都是这种金子做的 我唱戏可好听了 我给你唱一段吧 全七月 七月 玛业 七月 十里一块 大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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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爸爸却极力反对我唱戏 经济演员真的很不容易 我想孩子将来以后好好学习 可能会走的路会更宽一些 但妈妈是最支持我的人 我觉得京剧第一个是国粹 第二个从宗教仁义方面讲 从小让他知道怎么去做人 怎么能孝敬老人这方面 我觉得非常好 看我妈妈多好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传心 有请这组家庭上场 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月子豪 今年六岁了 我来自美丽的海滨场市大连 这是我的爸爸 他叫月峰 你们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是京剧连声殿 连声殿 好 请开始 谢谢 统号银笔 领之苍 与你行着 紫禁盆 来此仪式 练山殿 殿之洞 幽默 幽默 梦长君子殿千里客 来头我是哪一位 阿殿之后 嘿嘿嘿 你往下站 我这儿不打发贤钱 什么叫做贤钱 像你们这样的 我这儿有包月子 按着月头有人来领勤 平常日子 我这儿是一概的不打发 我是制垫的 住垫的 有你们的住处 在哪里 顺着我手 顺着我手 往东 雲沙头 路北的高尚坡 拔字粉 皮墙 那儿 还挂着小赵 灵南 像那个地方 才是你们的住处 那 那是庙 好啊 像你们这样的 不重要 还想住不什么上等的旅店吗 我看你就是个要范儿 对不对 不是科考的橘子 科考的橘子 我看你倒不像科考的橘子 像什么 简直是个烂尺的 哎呀呀 电子洞 你看我也有无有重大的行李 只需要一喜之地 电子洞行过 方便吧 不成啊 我这儿没地儿了 方便 方便吧 死心眼啊 你不会到别处去吗 电子洞行过 方便吧 还是快穷古动 得了 碰你的灶火吧 啊 这件会要碰灶火呀 不碰灶火怎么着 不一定有定没有了 哦 是是是是 我说伙计们 哎 还有闲屋子没有了 还有半间草房 还有半间草房 来着呢 我说大台 我这儿有你的住处了 怎么有了我的指示了 庙 哇 咯 怎么有了地方又想住庙了 趁早请你庙去吧 我说的乃是绝妙之妙啊 绝妙之妙 巧了 我这儿偏不要说妙 要说什么 要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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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笔 我这儿有你的住处了 哦 好 真可怕 我大丫 还带路呢 多少钱好了呢 给我进来 我这子在私室啊 对 你就住这一场房 将酒了 吧 他还闹个将酒 得了 说这么多话可累着我了 我说伙计们 给我熬四两人参汤 补补补我的争气包 我平常在一些比赛上 或者节目当中看到你都是唱老声 这小花脸我真的还是头一回看 小花脸我是三岁就会 三岁也会 少竞赛女主持的 妈呀 我这年龄大了 记性不好 你看孩子都记着呢 三岁 特别棒 我刚才发现还有外面你叫那伙计们 然后给你搭戏那是谁 妈妈 妈妈在哪呢 在西安连呢 我们也把妈妈请上来好不好 好啊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我先说我的特别强烈的一种感觉 真的是你看全国各地 各种各样的剧种 都是爸爸妈妈奶奶爷爷带着自己的孩子 来这个舞台上享受这样的一份美丽 享受这样的一份幸福 哎呦 你们两个一下来 哎呦 我就感动得不得了 然后这小戏 哎呦 这小戏筋呢 那么大一出戏 这个茶口 然后这个戏的这种分寸 什么时候给 它都给得挺美的 都给得特别盗着 你虽然那声音不是特别高的说 但是清清楚楚听着它 自正腔圆 然后跟你做 哎呦 我觉得真的是一种享受 首先我们感谢所有全国的戏曲人 爱戏曲的人 然后我们谷歌掌 感谢一下我们栏目好不好 好棒 好棒啊 哎呦 太享受了 然后再说你们刚才的戏吧 哎呦 太好了 就是我不知道父子之间在台上 就那种默契 就那种感觉 慈心眼啊 你不会到别人宠去吗 你跟别人演员 演的肯定特别多 但你跟他在一块 你啥感觉 我们俩也掐 对 为什么老掐呢 就是这个节骨眼 他那个节骨眼的时候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有的时候在家里合作的时候 还只跟我挑毛病呢 说爸爸你这个不对 你那个不对 然后呢 我觉得他说的还都是点子上 你看看 我有时候我看你视频 就跟他交的完全不一样 原来我是这么指的 他是这么指的 我都指错了是吗 他都不对 是吧 你发现孩子特别爱研究啊 爱研究 而且是不是你平时也特别大方 到哪都能唱跟人说 马上跟人唱 我在公交车上唱过 那你唱的时候什么感觉心里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或者 没有啊 因为我已经唱过很多次了 我就想有多一点的粉丝 哦 哦 为了有多一点的粉丝 对啊 林林老师 您给这个 说说这孩子的心理 对 我得给子豪爸爸说一个 你不支持孩子学习是吗 我是觉得吸取人特别苦 好好的学习文化的话 将来路可能更快一点 你记得你三岁的时候 发生过什么事吗 马上说 不记得 哎 你这就不如你儿子了吧 刚才在董毅跟他对话当中 你说的时候 还有一些回忆不起来的地方 子豪爸爸 你在说你的三岁的时候 迅速想不起来 你儿子三岁发生的事情 你想得特别完整 这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是意味着 你在三岁的整体的心理发育 是不如你儿子的 正是因为这种戏剧教育 让你的儿子超出同龄人 整体的人格发育特别好 所以我是大力提倡 这个戏剧教育 对于儿童进入戏剧教育 对他个人整个心理化 和人格发展的一个 优势化的一个呈现 在这个舞台上特别明显 我说完了这些话 好我明白了 谢谢老师 真的非常感谢老师 各位老师 你们知道吗 还有一件事情 我爸爸和我妈妈 是怎么结婚的的 怎么结婚的 你们怎么结婚的 你猜 我告诉你们啊 就是我爸爸原来唱戏 唱得特别好 妈妈是爸爸的粉丝 于是妈妈就喜欢上了爸爸 于是他俩就结婚了 我突然想起来有个关联了 他刚刚说什么来着 他为了在公交车上 你要多唱多一些粉丝 对 他想要多点粉丝 然后 你好多选择是吧 你要多选择是吗 你 那个妈妈说两句话吧 妈妈怎么看待这爸爸 不想让他学习这事的呀 其实我觉得学京剧蛮好的 因为月子豪现在吧 就是说有很多的历史故事 历史人物 他都知道 我觉得从这方面 而且他从小就要他怎么去做人 我非常支持他 我这盏灯啊 给你了 我刚才给了 谢谢老师 好 我也给了 好棒 那个孩子很 性格很开朗 希望你越来越好 学业越来越多 支持你 谢谢老师 我非常喜欢妈妈说的 就是戏剧教育呢 在学习当中 可以让孩子学习到传统美德 人意理之信 亮灯 谢谢老师 好 恭喜获得六盏金星 那你就到相对应的区域 去挑选你喜爱的玩具吧 好棒啊 开朗热情的月子豪 在这个舞台上 展现出对戏剧的执着与追求 赢得所有人的掌声 希望子豪未来通过戏剧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欢乐 月子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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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大家好 我叫江文江 哇 这个是我孙孙的小弟弟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了 是超级威胁啊 我和弟弟都是小新迷 我们喜欢向爷爷唱戏 还可不觉得现在爷爷霸山撞鼻 这个帅多了吗 这次爷爷想带了我和弟弟表演京剧 我要想办法说服他 江海峰 你和爷爷一块去 那个上台 你不去我就打你屁股 你去的话姐姐给你拿 我去 姐姐把这些全都给你 你要上台的话 我就让妈妈给你买一个 你最喜欢的东西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 希望弟弟明镜可以和我们一起上台 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我叫張文青,我今天六歲了 這是我的爺爺張建福 我今天和我爺爺一塊表演 胡椒波選歌 甚麼蚊 arb general 蚊嵐一千萬 马鸡一生 我为你 不拔凋 不贼心为你吃了 佛孫 修行 吉尺 是 耳朵飞了 不买 书 诗 满 诗 满 诗 满 阿 美 不乱 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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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春花的人 大风 一气流别人一街 不思议苏为故事能一起遇 不共大道非 不知三不为美 一种实在美丽 大山人 离我有痛恨 要不成两关 他就不认了真 我必复赞 为光荒四季一顿山 把你说话要读 把上帝四处到哪十两宽 十两宽 只使用大蝉 为基地也要为人 不亚无情 我自己想不得读 给你一句话 把你说 将你读到不亚 大道子是佳哥 我让你生 想如意 你就可厚了 大蝉 说话言太天 为基地哪怕 找当团 哪里要买 我大天 转叫大蝉 你去端旅游档 趁月秀要大队 年轻人去聊天 你家婆媳美 你是真天理人 你我王宝团 好理我 真天王宝团 但广不淘气 也万能 沿中食吃了 你的饼 将你躺在地上 穿着饼 翻两三 他回水把家缆 带你往一山 他守着紧张款 做一队 最终流的服饭 我们过几年高 谁知道毕严 老说手itti 又听不要你 你呀 乎一不安藏不息 我��你不能够把自己的伏方的伏 把自己的伏方的伏 把自己的伏 把自己的伏方 是连你 想该在家园 不该来在大道边 为君弃笑 好 多两一 来 一马双团 本是两船 三船马舟 国家京剧院三团团长 著名京剧表演之家 西派 西派传人 欧阳忠实先生的弟子 张建国老师 张东老师 我也开心了 太棒了 这规矩劲大清衣 眼睛绝对不乱看 要看哪儿都看哪儿 都不是舅花耍的 虽然六岁 看戏也就是六岁的戏龄了 京京 你弟弟怎么没来 对 那短片里 那个 他说他以后学会来 我也一块上台 张老师我又特别好奇 因为我知道您平常特别忙 您跟这小孙女一块 您教他呀 还是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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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对着这么唱 我没想到他这个 这水秀他 我昨天看了一下 我说你来来 爷爷看看 他就 没这些 就是上了个水秀耍得还挺好 挺好 请问那个学习多长时间 就这样 这段学了也就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我很喜欢那个看中国京剧 因为我很关注 就是外国人更加喜欢学习中国的文化 所以那个我也看了很多京剧 我看那个孩子表演很地道 我觉得感觉 你们两个表特别棒 你要想把中国文化了解透彻了 或者是把中国话说好了 还真得看京剧 这小宝贝 爷爷在你眼里什么样 爷爷很好 爷爷很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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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暖男爷爷是吧 今儿个 勒上头不行了 有点拥有点急 咱们话都这个少一点 因为孩子确实半戏这么长时间了 而且这个会晕会不舒服 我们赶紧晾灯了好不好 你想得到几颗星啊 不知道 不知道 你数数几颗 你够了几颗 六颗 然后呢 那你得五颗还是得六颗 六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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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定了 来 六颗 三 二 一 好 好了 七 六颗星的 去拿起你的玩具吧 好 好 谢谢丁君 丁君 丁君 谢谢 丁君 祝货丁君 丁君 祝货丁君 关门超大的 真不客气 六岁的小文晶把轻衣演绎的端庄稳重 给在场的所有嘉宾一个大大的惊喜 期待下次她可以带着她的弟弟一起登上我们的舞台 我叫金江 金江六岁 我叫金江 金江六岁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最爱的就是体育运动 包括篮球 足球 棒球 游泳 勇滑武术 当然除了跳舞 跳舞太娘了 不符合我的气质 这是我最爱的妈妈康敬 旁边的是我的老爷 他们都是优秀的经纪演员 很多小朋友都喜欢上了唱戏 张杰真强 折一封 妈妈和我经常会探讨经纪 妈妈你们的脚步必须得搓着走 像老人那样子 我是不是说了太少了 想要更了解我就关注我的微博吧 好呀 好呀 报名 好奴才 简包着弄火 马安生汉王 报名 马春光文胡一郎 过敏报面 长天网 与你剪心表 听了唱了睡之道 你把那两心丧 还随我儿才一强 永活见面你活在世上 怀我儿怕你一长马草莲 少女年卖一双枪 远路奔破大乌尺丧 报面他忽然 小山仙堂荡 王法是火狼 小地聚光 法之障 千恩作是乎丁望 朱子之心错真梦真乃着 王法飘飘 你没了天亮火法 尽在你手上 冲起发落 有火防地也疼 千丝后又想 君子无名 万望张手摸胸腾 想你想 我是报面 小山仙堂草 他听着两款 盲望少年 你多几两 安丽叶蝉蝉蝉 小山仙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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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宴朝衣草 雾蔥塚草 吐金马草 香芳蝉草草 将你来 保养一世朝了 死心了凉 你与那刀面聚一样长 大臣人群的长 闻虎之念太阔长 大臣人群的长 刀旁得东帆 趁那王道日金 若挂挂你不怕职场 你不该扎死包面香 一点两磨越似越强 其往上团 早点 早点 谢谢 谢谢 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进京 这是我老爷 这是我妈妈 又是名门之后 那位我们的台上 这位孩子的妈妈 著名京剧老代名家 康舅 康舅 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您父亲好不好 我的父亲康炳君 是国家经济院的 推修的演员 也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锦中庆先生的高徒 哇 太棒了 欢迎欢迎 那进京啊 今天你是跟老爷学的是吗 对 我妈妈和老爷办了一个 经济戏曲小组 幼儿园 经济小组 太有意义了 多长时间了 这个教了有两年了吧 我跟老爷是义乌的 今年高寿啊 我今年七十二岁 但是您生如红中 谢谢 底气十足 谢谢 这个真是很棒 您想永保青春吗 想啊 赶紧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唱戏 对 必须的 哪天跟康叔叔专门学一段 您既然交了这些小朋友 也交着我这大朋友 好 评价评价 妈妈刚才唱的怎么样 好好 这有点味就好了 好再有点味啊 这要求不高的 你说你唱戏有点味 这是不是妈妈爷爷老说你的话 对 所以你也觉得妈妈再来点味 你点评点评老爷行吗 很好 超级好 真厉害了 跟谁近就知道了 小片里头我听你说的 自己人生的第一阶段 然后马上进入了第二阶段 我长这么大 我都没敢老提人生人生 刚才那里头我看你提了好多次人生 我人生第一阶段 女儿园毕业了 马上就要进入我人生第二阶段 这第二阶段是什么阶段了 上小学 那个一般人生分几个阶段 八个 八个 八个呀 大概 大概说一下吧 都哪八个呀 反正最后是 最后是 你刚才说会有微博 很好奇啊 他们幼儿园啊 有一个微博号 有一次演出呢 我一个老师 说听说你儿子特别可爱能说 然后说跟他通过电话吧 说听说你特可爱 他说那谢谢请您关注我的微博 然后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小弟弟 你今天几岁了 六岁 六岁 你六岁你的身高怎么不像六岁呀 虽然我个儿矮但是我 但是我聪明 脑袋没有智慧 你表演员有哪些聪明的一件 比如说模仿是不是 咱模仿谁 蓝球 您请 好 科比的招牌动作 招牌动作 再来一个 那就来武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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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练武术人一拍地 人像武术家 你这一拍地像蛤蟆公 你除了会拍地 你还会什么 我刚才学会两个动作 我不会写这么快 太棒了 来 我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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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不唱 我就等不唱 我只能给他教了 这样才对 这是我第一次和爸爸 在舞台上唱戏 等我比他多唱得好 我怕他唱不好 到时候又给我惹麻烦了 来看 来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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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这十分是满分得了 好嘛 不行 那你给自个儿打个发 给自己打分 你给自个儿打多少分 不知道 你觉得呢 想不出来 你看从小人家就低调 真虚 她身上有一股古典之美 对吧 古典的女孩子 她正好她的整体的气质和她的扮相 恰恰就有那个大家闺秀的那种 大门不出二轮不返那古典之美 那感觉 你经常在家里会教爸爸吗 她就是 有时候也唱 经常是在家里跟我说 你这句唱得不对 也就是猪子她喜欢京剧了之后呢 喜欢戏曲了之后 把我们给带到戏曲这个世界里面了 另外呢 她也是看戏的时候呢 像两三个小时 她就一直站在座位前面 因为她坐着有时候时间长 她就一直站着 从头看到尾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 就说 哎呀这个家里的这个孩子什么样的环境下 这个孩子就会特别特别的好 或者什么样的个性就会有什么 你看这都一会儿退翻我们前头说的 我们前头说你看 因为戏派特别讲究 所以她家里头的这种规矩啊 这种文化范围就特别好 是吧 像你们家 哎呦我的妈呀 你这主持人 妈妈也那么棒 那么漂亮 结果跟着我们 开始喜欢我们的戏曲了 是不是 这好反着了 是吧 反着了 我们领了你们 让你们了解我们中国民族文化的伟大 是不是 是 他是跟谁学的 给老师们讲 哎呦我拿着 我这后点 他比穿过靴子 其实是我喜欢进去 是我看上了贵妃最久 所以我才进来的 哇 对 特别 中蕾 我觉得作为主持人来说 我首先特别的敬佩你 因为主持人在舞台上 尤其是军事频道的主持人 都是穿着军装在主持 往往都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要展现在电视机前 可是你呢 您可拿自己的短板出来 让观众看 所以这点 我真的佩服你 感谢 给我们主持人也做了榜样 感谢各位老师 这一颗星星 我就必须给你了 看我这点 给你 看我的 我觉得今天这个灯亮了 我要给周雷亮 他放下了身段 后来是跟自己的女儿学习 这种太子作为家长 我告诉你 双指 是 大补哥都给你 还得给你亮一盏灯 好 太棒了 我也给你一盏灯 好 跟自己的女儿学习 这种太子作为家长 我告诉你 双指 是 大补哥都给你 还得给你亮一盏灯 好 太棒了 我也给你一盏灯 好 一盏灯 我要特别地说说 这个小女孩和其他小女孩 其他孩子的不同 因为我们经常理解为 一个小孩不太说话 让我们有点担心 是不是语言发展不好 是不是他的整体的身心发育问题 但是在这个孩子上 我特别提醒 就有的孩子可能性格上 就偏内向一点 我们怎么去判定这个语言 刚才他爸爸说了一个重要的事 就是看一个节目 戏曲节目 可以看两三个小时 这意味着他能够深入到 这个戏曲节目里面 并且两三个月学 这么锁琳琅的这么一段 那么这一些表明 他的整个身心发展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他的不说话 和其他的孩子不说话 就是表示为 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 而恰好 这个戏剧的风附和唱腔 又让他可以去展现 他的内心世界 所以这个是没问题 来 亮灯 那接下来 猪子 看看那里六颗星星的地方 会有你喜爱的玩具 你去挑选一个吧 可爱的小猪子 用他完美的表现 征服了现场观众 电视机前的你 是不是也很喜欢他呢 让我们把更多的掌声 送给小猪子的爸爸 希望更多的家长 能够像他一样 支持和关注 中国戏曲的未来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